如果说今年冬天,广西的哪个城市过冬最舒服,那自然是沿海的清北方三室 而这三个城市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是哪里呢? 自驾床车环游广西,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我们又爱又恨的地方 因为温暖的气候、舒适的环境,这里也是最受北方朋友喜爱的过冬地 这里就是北海,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滨城市 一个多月前,我们曾经到达这里,结果却突然感染了新冠,最后只能匆匆结束旅程 那这一次的向海之旅,自然也要从这里开始了 不过真正到达了北海后,这里的情况还是让我们大感意外 大家好,我是七哥,我们现在又来到北海了 上一次到北海没多久之间就洋了,就跑回去了 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北海,打卡,带大家打卡几个这边著名的景点 毕竟北海这边呢,也是算是我们广西比较出名的一个旅游城市 我们今天也算是来得比较晚,但是呢,这时间还算是可以吧 毕竟呢,对,还是可以能看到这个日落 大家看一下,这里是北海最著名的银滩 但是呢,现在看沙滩,我估计都有点难看得到 只能过来看人了 春节期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在这边就是这个北海银滩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啊 有这个雕像 然后的话,现在是退了潮了 海水都在下面去了 我们到下面逛一圈,然后呢 继续前往下一个点 因为实在人太多了 太多人了 这里呢,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滩的北海银滩 它是北海的王牌景点 也是广西的一张名片 可谓是北有桂林山水 南有北海银滩 这两个地方支撑起了广西旅游业的半壁江山 银滩滩长24公里 坡度平缓,适合游泳 因为沙子细软 日绕着下呢,可以反射出银色的光芒 因此而被称之为银滩 这里几乎是所有到达北海旅行的朋友 都要来打卡的景点 只是最近这几天啊 我真的建议大家暂缓行程 因为现在沙滩上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感觉有点冷 要不要玩水 你不是特意穿了拖鞋过来的吗 那就去玩一下 现在我们广西啊 靠近沿海这边 比较靠南一点的地方 其实还算不上冷 白天的话是穿长袖就合适了 除太阳的话 但是如果刮风在海边还是有点凉的 还是要穿外面 对,这里这些人其实呢 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可以这么说吧 大部分都是北方口淹 很多北方的朋友都会过来北海这边过冬 玩一会就走了哦 这个地方太热门 也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真的人太多了 看到没有 太多了 行吧,走吧 走吧 太多了 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现在海南跟云南是什么情况 总之在我们广西 北海应该算是人最多的地方了 但也就是过春节这几天吧 平时的话也还好 但现在我感觉物价的话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上涨 但是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感觉就是 马上要日落了 我们现在走到前面那个别墅区去看一下 银潭的对面有个别墅区 那边的房价 就租房的价格 是比较低一点的 然后呢又靠近海边 之前我们去问过那家好像是1500块钱一个月 但是那是在疫情的时候 现在我估计要涨价了 1500块钱一个月 而且是住的是别墅 它不是一整栋啊 是一套是吧 小雅在北海常住 又想距离海边近的 可以来到银滩对面的海泰别墅区 这里面有数百栋形状各不相同的别墅羊楼 目前啊 大多都改成了民宿 客栈 还有过冬公寓 很多的公寓都会直接打出招待老人过冬的招牌 但这里面包月住宿的价格 我在去年还特意来询问过一次 每人的费用低的大概在1000左右 高的有在2500左右 这里面有些价格比较高的客栈 是已经给住客包了吃住的 有些呢 则会提供厨房给大家自己做饭 这个大家按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来北海 除了看海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吃海鲜 最出名的海鲜街 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里呢 不敢说这里面的价格怎么样 但是人肯定是最多的 看一下 桥港风景街 所有的店铺啊 都开着呢 现在呢 之前我们疫情的时候来啊 就是一家开一家关 现在基本所有的店都开着 路边这些什么海鲜虾加工啊 什么虾蟹啊什么的 通通都有 然后呢还有卖很多这里特产的海鲜特产 啥都有 很多朋友说啊 就是来北海这边吃海鲜 容易被坑是吧 但是呢 像我们这样的一般都不会被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用 玩个软件 先买好 再去店里面吃 像一般在店里面点个几百块钱的东西 我在上面也可以用个可能花花几十一百也可以买得到 就是这么大的差距 人也太多了 河大路啊 太多了 你看看 为了十个小吃排队排那么长 好多人排队 疫情三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也是熬过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放开也算是熬过来了 然后很火的一家店 这里是一家 有煎冰室是很火的 但是现在呢也是没有位置的一个状态 总之我们两个人就平时出来旅行 一般都喜欢在淡季出来 像这种忘记 真的好多人吃点东西都要排队 对 但是没办法 最近高速免费 我们就跑过来了 大点忘了 刚刚说吃海鲜怕被坑 我这里呢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自己买海鲜去加工 一般加工费就是十块二十 便宜 最便宜的五块钱一个加工费 这样子的话 你就大概心里有底 那么在北海这边去哪里买海鲜 比较便宜呢 我们明天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我们专程去探访一下北海这边 非常大的一个海鲜码头 明天见